保持一定的距離 捲持良好距離 施孝欣就在民進黨團 記者室外一公尺 裡頭記者會開了二十分鐘 他就在外面駐足二十分鐘 為了聲援同黨立委陳玉珍 這樣子就變成丁少了嗎 這樣子就變成監控了嗎 如果認為監控 請他以後門關起來 民進黨認不認為 我站在這裡 門的中間是在跟少 原來前一天民進黨團 開了中共派人丁少政論 節目記者會 和路過聽記者會的 陳玉珍爆發衝突 事隔一天 徐曉星刻意場外旁聽抱不平 即便綠尾繞到離開 徐曉星依舊高聲搶俠 都是知道昨天做錯事了 辛苦了 我們現在怎麼走 那是記者朋友擋住你了 記者朋友如果他願意出來的話 請問你們願意讓嗎 你們願意讓路讓他說去嗎 民進黨現在連自己的大門 都不敢走出去 自己快點作秀 其實不走影響動線 徐曉星想把鍋甩給記者 直接被反嗆 黨團助理也高嗆作秀 這聲援方式看在民眾眼裡 也不能認同 我覺得這樣講話的人太沒素質 有點沒禮貌吧 滿奇怪的 會不會有點介事發揮 理性的探討會比較好 是在提管 在挑釁嗎 人民會越來越對政治 對立法院冷漠 原因就是這樣啊 因為你一天到晚都在政治爭鬥 這就不對嘛 王世堅開酸 乾脆辦個立院擂台 不過黨團幹部 不隨徐曉星起舞 鬥是一起製作梗圖 右手比出手勢 批國民黨團派人鬧場 親門踏戶真的是極了 石小鮮重新被大戰 刻意巧遇 進了立院又刻意旁聽 難免被質疑 只為了搏鏡頭表演